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六年前持刀抢劫 往一名17岁少年身上连筒24刀 后来被判死刑定验 当地时间周一被注射毒计 正式服法 面对批评声浪 泰国总理帕拉玉却强硬反击 认为这样才能对所有人起到警示作用 还说死刑的存在十分必要 泰国国家电视台也跟着帮枪公布调查 称国内高达九成民众都赞成死刑 军人出身的强人总理帕拉玉严格治国下 无视国际谴责声浪 死刑在泰国有再度起死回生 下来新闻 忘不倒